好另外继续带你来看到在秀林乡的疫情也是持续的在升温 加上乡内是服务员辽阔 那么为了要做好第一线的清销工作来遏止病毒的发生 那么每个星期在每一个社区角落是进行清销的作业 那么5月1号开始一直到12月底是全面的消毒 让社区成为最干净的美丽乡镇 4月初秀林乡受到疫情的影响 造成村民们确诊的案例相当的多 秀林乡的王美贵也在第一时间向社长许中会反应 同时也在富士村和中社区进行快晒的作业来控制疫情的蔓延 由于Omicro感染相当的快 秀林乡的疫情并没有下降的情况 为了彻底要把病毒扫除家园 秀林乡后所从5月1号开始一直到12月底 每周都会在各村派三名社区环境消毒人员 在每个社区的角落进行清销的作业 COVID-19疫情肆虐部落非常严重 我们秀林乡所有的清洁队员大概40名 每一天都在负责各大小角落 我们都要去做一个清销的工作 人力上非常之谨 所以为了因应这次疫情的冲击 那我们要征选各个部落每三名的一个消毒人员 能够来协助公所来进行消毒工作 那每一个月每一个礼拜大概就是一次就会做一个在部落做一个清销的工作 那我们希望就是能够让我们的环境能够回到从前一样 非常的干净而且是无毒 那我们想说这个不仅当然要靠公部门的人力 但是在这里拜托我们的乡亲 自己环境积住的环境内外自己就要勤消毒 那因为环境的打造并不是只能靠公所 我们希望大家一起来把我们的环境做好 让我们有一个生活上有干净的一个空间 让我们的身体都能够健康 希望我们可以表示为了减少清洁队员工作的吃紧 以及有效的遏止疫苗的侵害 公所并且编定预算来加派严厉 在各村消毒的作业 希望把病毒全面清除 同时也请村民们在自己的居家环境能够加以维护 希望公所和村民们共同来努力 还给新闻项一处洁净的清洁家园 记得请问一下